当地时间10月25日,马云关于创新的20分钟演讲,将以色列创新中心开幕式的氛围再度推向高潮。 在演讲结束后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呼,甚至跑上台回应马云说,如果你是疯子,我跟你一起疯。 马云到底说了什么?让以色列总理如此激动,他讲了创新的几个关键词。 马云说,大部分人眼见为实,创新者则是因为向心而看见,他们可能看上去像疯子、骗子、懒惰、靠不住,但他们有别人所没有的信念和决心。 马云回忆,阿里巴巴开始的时候,我去见了鬼谷30个投资者,他们说你疯了,再骗人,电子商务在中国不会成功,但我们相信中国有这方面的未来。 电子商务可以成功,当时美国的电子商务服务大企业,帮他们减少成本,我们则是要帮助小企业,帮他们增加收入。 很多年前,我去美国做了一个演讲,谈互联网,我说中国互联网规模会超过美国,他们觉得不可能。 我说中国人口比美国多这么多,有一个人说我疯了,我说你来中国我公司看看。 他来了,走的时候说,马云我知道你疯了,没想到还能找到一百个和你一样疯到。 他总结,贝尔刚发明电话的时候,也有人说他是骗子,对很多人来说,眼见为实,而创新者则是相信就会看见,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,是一群人。 在马云看来,创新的另一个特质是关乎LQ,爱上,创新要为未来,为年轻人,为世界解决问题,将一切变得更美好。 我们正在进入新时代,有很多问题,将两次工业革命,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如果有第三次战争,应该是针对疾病,环境污染和贫困的战争。 有人说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机会,马云不认同,他认为,如果有人在抱怨,这就是机会,因为创新就是为了解决抱怨和焦虑,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。 最后,马云还向政府和监管部门提出建议,应该保护和支持创新,不要听一个傻创新,更重要的是改革教育。 教育下一代做好机器做不了的事情,并且鼓励企业家发展。 马云今句评出,现场掌声不断,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,更是带头鼓掌。 演讲结束后,内塔尼亚胡跑上台,回应马云关于创新的话题。 内塔尼亚胡说,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位记者叫赫茨尔,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罗多赫茨尔,为演了个名作家和记者。 他当时有个疯狂的想法,想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,结果其他犹太人说他疯了。 于是他去看了一位心理医生,结果这位医生对他说,你可能是疯了,但如果你疯了,那我也和你一样疯。 正是这两位伟人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,所以马云你说的我们完全理解,我们都是疯子,说不定未来还会更疯。 谢谢你,以下是马云演讲时录,总理先生,内塔尼亚胡夫人,女士们先生们,我刚才听得太入神了,差点忘了我还要上台演讲。 每次说到创新,我就特别激动,过去二十年当中,别人问我你在干什么,我说创新,他们就说你疯了。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非常荣幸,我要祝贺创新中心的落成,我十年之前在达沃斯论坛,今天见过佩雷斯,深受他的领导力,勇气和决心的启发,爱里巴巴的很多事情,也需要领导力,勇气和决心。 佩雷斯的精神永远和我们在一起,我已要祝贺本中心,在以色列国请七十周年之际落成。 五个月前我带了三十七名高管来过以色列,我们内部也有很多关于压力,竞争和交道情绪的讨论。 我说我们去以色列,去了哪里你就知道什么是竞争,如何生存,我们学到了很多。 第一个是创新,第二个是西伯来语中Chord Sport这种勇于挑战传统的精神。 在以色列,创新和水,空气一样普遍,大家都在讨论创新,没有创新就没有以色列。 过去这么多年,以色列人说,只要有大脑核心就能创造一切。 大脑是知识和创新,是IQ,心灵是智慧,是EQ,EQ让你更受欢迎,IQ让你避免失败。 当大脑和心灵,知识和智慧结合,那就是创新。 你还要有LQ,爱上,让你受到尊敬。 这三点以色列都有,以色列教育发达,我从教育部长那里学到很多,他们认识到石油天然气不是最珍贵的,而是人才,以色列的成功得益于人才的秘诀。 创新是要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,以色列不仅为自己,也为全世界展开创新,这正是我们需要的LQ。 我们在今天讨论创新,别人说你的想法哪里来? 他们说你很有钱,我觉得这其实是,让我有机会和世界上很多的人见面。 有一个故事,二战结束之后,孙子问爷爷,你是个英雄吗? 他说不是,但我有幸和很多英雄共事,这对我也一样,我能见到那么多杰出人士让我感到特别荣幸。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,大部分创新不是因为想创新,而是不得不创新。 以色列没有自然资源,但以色列为生存创新。 以色列没有钻石,但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。 不生产汽车但汽车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,以色列水资源很缺乏。 但是像欧洲出口水果蔬菜最多的国家之一,非常了不起。 有人说马云你不懂技术,如何九年前决定创立阿里云? 的确,我不懂技术,看见技术很怕,但我是公司的第一个萃取员。 我说如果一个技术我会用,百分之八十的人肯定也会。 我们九年前必须设计简单低成本的技术来支持我们的业务。 不然继续依赖IBM,甲骨文等提供的技术,光费用就要破产了。 这样的技术阿里能用,还能支持无数的小企业。 大家还知道天猫双十一,去年第一分钟八千万人涌入平台。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技术,是被逼出来的,去年双十一的成交额有二百四十亿美元。 这得一于我们被逼出来的技术。 今天有人说年轻人没有机会。 这种论调我听了四十年了,我年轻的时候讨厌比尔盖茨。 觉得微软,IBM,甲骨文把所有机会抢走了。 但后来,我再知道,如果有人在抱怨,这就是机会。 创新是为了解决抱怨和焦躁,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。 第一次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的体力,第二次工业革命解决了距离,第三次工业革命要解放大脑。 总理说我们人类永不满足,自我改变的动力来自于创新。 那么,那些创新者是谁? 他们可能看上去像疯子、骗子,靠不住。 刚成立阿里巴巴的时候,我去硅谷见了三十个投资者。 他们说你疯了,再骗人,电子商务在中国不会成功。 但我们相信中国有这方面的未来,电子商务可以成功。 当时美国的电子商务服务大企业,帮他们减少成本。 我们则是要帮助小企业,帮他们增加收入。 比如,当人不想洗衣服洗碗,不想爬楼梯,我们就发明了洗衣机,洗碗机,电梯,手机也是一样。 甚至电话,贝尔刚发明的时候还有人说他是骗子。 对很多人来说,眼见为实,而创新者则是相信就会看见。 创新者不是一个人,他们是一群人。 所以你投资的时候,要考虑他有没有追随的人,如果有就很好。 很多年前,我去美国做了一个演讲,谈互联网。 我说中国互联网规模会超过美国,他们觉得不可能。 我说中国人口比美国多这么多,有一个人说我疯了。 我说你来中国,到我公司看看。 他来了,走的时候说,买云我知道你疯了,没想到还能找到一百个和你一样疯的。 成功人士已经很成功了,要改变很难,我不和他们合作,而是和还没成功的人合作。 我们找那些二十到三十岁的人,让他们未来能成功。 现在大部分买家都是三十五到四十岁的人,二十年前他们可能一天只花两百元,但现在能花三千美元。 创新不是技术,技术只是手段,所有人都会创新。 像我一样,不懂技术的人可以依靠懂的人来做创新。 在阿里巴巴网站上,有一个卖家只卖四十八码的鞋子。 我说他生意怎么做,结果发现因为这种纸买鞋子买不到。 只有去他那里买,也有人卖看电视时,躺在垫子上看的眼镜。 给情侣带笔写分手信等等。 创新是想法,企业家让创新变为现实,所以企业家要有准备去做牺牲。 我们所有人都有潜力,但花的时间不够。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,我们正在进入新时代。 有很多问题,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,带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 我们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,我们的第三次世界大战,应该是针对疾病,环境污染和贫困的战争。 政府应该是领导,而不是限制,应该保护和支持创新。 我们最重要的投资是教育,过去二十年来我们让人变得像机器,未来二十年要让机器变得像人,我们要改革教育。 教育下一代如何做好机器做不了的事情,政府还要鼓励企业家发展,是企业家把想法变成现实。 创新永远是改变昨天,肯定会有人反对,因此政府要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。 十九世纪的时候,英国出现了汽车,造成很多马车夫失业。 这些人对政府说你要取得这个东西,于是政府推出了红旗法案,要汽车不能超过几英里每小时,保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,但摧毁了一个产业。 我去过一个篮球博物馆,以前是把球扔进去,要人搬梯子把球再取出来。 有人说干嘛不剪个洞让球,掉下来就行了,但有人反对说这回掉了搬梯子的人的工作。 现在很多人担心AI、机器人,究竟问题,但我说不要担心,机器永远不能超过人类,因为机器只有cheap,而人类有heart。 1995年,我去参加北京一个互联网论坛,很多所谓的专家担心互联网会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,结果那些问题没发生,其他问题反而发生很多。 所以我说不要担心,通过小而美,小而强的发展,小企业他们可以解决问题,以色列也是如此,依靠年轻人和小企业,未来肯定会更加美好。 这也是我二十年来的看法,今天很残酷,明天更残酷,但后天很美好,但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。 谢谢。 总理,马云,你刚才说了一点我要做回应,你说创新者是疯子,觉得不是自己疯了而是别人疯了。 以色列的历史当中,有一位巴黎的记者,赫茨尔,他当时有个疯狂的想法,想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,犹太人的军队,犹太人的经济,结果其他犹太人说他疯了。 他后来说我可能的确疯了,他于是去看一个心理医生,路达尔,医生听了他说的,然后说,你的确可能疯了,但如果你疯了,那我也和你一样疯。 就是这两位伟人,让我们今天能在这里,所以马云你说的我们完全理解,说不定未来还会更疯。 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